来,部长请 姜伟,您好,您早 姜伟长早 这个 我想这个 今天的议题 我每次提到的时候 我们都在讲 它是要加入 UNFCCC 可是我的建议 就是说对外的一些文宣 或者部长提到的话 我们还是讲联合国气候变化 刚要公约 因为讲出去国人 你就像ECFA一样 越讲国人越不懂 一开始大家都讲 是两岸的经济合作 架构协议 或者简单的讲 两岸的经济协议 大家要知道怎么回事 UNFCCC 这个 外面 这个 听不懂 是 谢谢 叫做联合国的 气候变化公约 这个 就可以了 这个 甚至于 在 引用的一些 文件里面 尽量我们还是 用中文 后面挂服 用英文 这个 一个建议 谢谢 关于这个加入的 这个动机等等 站在外交部的立场 我是觉得 是应该的 外交部 要积极的 在 国际空间 要有所争取 站在论述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比较谨慎 要比较谨慎 里面说这个报告里面的第三页 跟这个报告里面的第十页 都提到大陆的问题 第三页里面提到 就说是政府 经审慎评估 并考虑 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后 决定将 这边用的英文 UFCCC 作为我国推动 有意义 参与联合国 活动之努力目标 如果真的是 审慎的评估 还有考量 两岸的关系发展 如果真的掌握得很清楚的话 今年你就不会来推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因为你这后面第十页 也提到了 仍然面对许多的挑战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阻挠 你又知道会阻挠 你前面又说经过评估以后 又要来推动 好像两岸的这种氛围 在国际事务方面 当然外交修兵是我们讲的 事实上大陆从来不用这个字 从来不用这个字 在诺干的范围里面 国际事务诺干的范围里面 它是没有在积极地 来往我们邦交国的墙角 这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这个可是在国际组织里面 我们看到WHA 我们成为观察员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善意的一个展示 但是在推动到其他的国际组织的时候 未必 如果对两岸关系掌握的 比较精准一点的话 你这句话就一弄 不会出现 第三页 这是外交部要做 你两岸关系 事实上目前来讲 并没有一个任何的信息 对我们参加这个公约 会持一个正面态度 我的了解不是如此 而且根本不可能排上 所谓的江城会里面 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要第四次第五次都不会 而且这个马总统 他的一个两岸政策的一个主轴 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先进去后政治 所以这个属于一个政治的领域 所以今年要推动这个 在食物上面的考量 可能今年要过了 我就说明年也是等于 我记得你刚上了不久 你推动这两项 我就说今年要进去是等于零 我进去等于零 这年底已经结束了 到明年 我并不是说是 这个打击你的这种 这个信心 或者是这种 这种努力的一个坚持 以食物的一个评估 明年要加入这个公约 也是等于零 也等于零 这里面的一些论述 其实是很勉强的 其实是很勉强的 这个 你比方说我们这边论述 里面的第一点 第一点 这跟我们没有进入联合国一样 不符合普遍原则 既然联合国不符合普遍原则 这个公约 他怎么会引用普遍原则呢 那后面的一些 第二点 事实上这是在 我们经济部 还有环保署 他们在食物面的操作方面 这一些问题 这个 里面讲说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远用公约资源 以建构相关调试策略 这个文章是很大的 到底 你就是 这个公约的资源 我们能够远用多少 能够使得我们 这个八八水灾 我们可以预防的更精准 或者伤害可以减少的更大 更大程度的可以减少这个伤害 里面说因为没有办法跟国际 这个机制接轨 因应气候变化 事实上气候变化 现在这个资讯是发达 跟你加入不加入这个公约 实在是 这个我也请教过一些朋友 关系不大 像迹象的预报 我们有时候很精准 我们有时候报得比CNN还要准 这个台风的一些走向 前面其实不准 我觉得监察委员还对 我们气候局的局长 一个非常严厉的反应 然后报准了以后 我看他自己颜面无光了 实际上我们在气候的这种预报方面 跟加不加入这个 我们要深层的再做一个探讨 要非常有说服力 而且讲的这个文字一出来 大家就看得懂 不要在这边脑筋还要转就转去 这表示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不进去不进去 我们现在进不去 那明年的台风来 我们是不是跟着很糟糕呢 后年的台风来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台风来 我们处理的还不错 跟这个加不加入也没什么关系啊 另外讲到WTO的问题 一个general exception 这个环保的理由 这个是要克战环保税 这个事实上我们本身经济部 它会有 你不加入我们也会 也会留意到这方面的问题的 后面还讲这个边境的 边境税的调整 这个事实上 在这公约 是不是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这个经济部 他有他的一套做法 我们环保 我们没有进去 我看环保署 副署长提的整个都很好啊 大陆更是雄心大志啊 他的2020年 要减少40%的碳的排放量 这跟他有没有加入公约 我不知道 我们不加入 我们也是要做 当然我并不是说 这外交部 不该 在那外交部立场是该做 但是要不讲务实的 那老百姓知道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实务上面 连我们NGO的名字都被改啊 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的问题 有次我到一个大学跟年轻人 他们一个演讲 然后一个座谈 对China这个字 这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 我们能不能简称中国 以前都没有问题啊 现在一讲到中国就是他们 年轻人就讲 政府最近这一段时间来 都不敢讲中国 那越不讲 我们就只能用台湾 用台湾大陆也有他的意见 这是在外交上面 这个我们是需要要要做一些主张的 我们抗议是不错 这个可是在抗议以外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建议 你看China后面挂服一个台北 或者如何 这个能够挂服台湾 或者如何 China为什么不能用呢 China不能用 所以现在将近70%的 他说我不是中国人 提到中国就想到大陆了 大陆人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是中国大陆逼出来的结果 对啊 就是在国际上面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又退缩 他们逼我们就退 当然今天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议题了 我想这里面呢 说我们要成为观察员 就这个公约里面 几个不同的身份 没有观察员这个字 只有观察国 只有observer states 我们怎么变他观察员 他跟WHO WHA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根据他们的规定 这里面 第七条的规定 你要变成观察国 你一定要是联合国的会员 联合国的会员 这个 这个就要 就要很清楚 很明白啊 你要变成观察国 是不可能的 那你 那你这个是不是 拿着肉躯 拿着头躯 撞铁门呢 这要让国人了解很清楚 这个 我想外交部 比较务实一点的面对 我想时间的关系 我再回过头来 简单的请教你一个问题 是 关于欧巴马访问大陆 是 然后他的joint statement 外交部又谈话 是 那个博瑞光也来 你站在博瑞光的讲法吗 其中他提到 有一段joint statement里面 提到 主权提到领土完整的问题 他说这个呢 跟台湾无关 跟新疆 跟西藏有关 你站在他这个讲法吗 你知道我讲什么 因为我没有时间把那个整个 不了解 你在那他讲法吗 你那整个你仔细看一看 包围 这个欧巴马到大陆去访问的过程之中 之前 我们跟他的这个沟通管道 就已经很顺畅 这个我知道 里面的文字 里面的文字的用法 表达 我们其实都很清楚 他一再跟我们表示 这一部分啊 确实他开始用心里面讲的 不包括在台湾在里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特别还另立了一段 我是讲 整个Joint Statement 你仔细看一下 关于我们的就是那么两段啊 一大片啊 我是认为 柏雷光讲的是错的 外交不要告诉他 因为这个 我们两岸 这个对 两岸的关系 我们跟华人的关系 没有因为欧巴马访问 有影响到我们跟华人的关系 这个很明确 对 正常没有动 但是你柏雷光不能够解释 那一段 我讲的那一段 里面 这个尊重 领土跟主权的完整 这里面 指的是西藏 跟新疆 是不对的 西藏西疆是在下面一段 不对的 对 他是 他知道我们的关切 所以他特别是 他讲给你好听嘛 我了解 他不自意是你啊 那么 我们了解到 我们华府 华府关系没有变 很好 军售也会卖 但是你不要 不要在那边 呼隆呼隆的 你讲的不对就是不对 我昨天跟 华府的一个记者 附建中 我们也讨论这些问题 他也觉得 他那边讲错了嘛 讲错了 我们这会儿没有反应 你做参考 是 谢谢 下次告诉博人光 不要乱讲话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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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